今天生意确实比较难 你看 你过年是20多天 你看现在工厂基本上都是 连机器都不响了 看到没有 工厂机器不响的话说明没生意 没定档了 往年的话 好多工厂在浙江工厂都是要干到年30才放假 今年你看这边工厂 这个工厂已经停下来了 已经没生意了 这边也是 你看 这车都没有 大家看到没有 都没生意呀 兄弟们 今天真的很难呀 是不是 你说做老板你通常不难 你说寄早放假也不行 亏本也要做 这为什么要做呢 因为看到你这么多兄弟 看到这么多年 你得养活他们 是不是啊 得维修设备 得金钱材料 这都是钱 那么不做也不行 亏本也要做 都在坚持着 所以2024年 真的是希望我们老板都能够 都能够熬得住吧 不要处处 对吧 活下来才有机会 活下来才有成天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 只说实话的频道 在影片的结尾还会有总结 喜欢我们的朋友 请不要忘记订阅 实际了啊 某央企信托公司 裁员50%到70% 太惨烈了 除上海和北京的财富中心 其余地方的财富中心 全部砍掉 这个冬天属于金融行业 是的 我被裁员了 我是某互联网大厂的程序员 北漂5年了 今年32岁了 其实收到通知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今天刚签了协议 公司给了N加1的赔偿 说实话 刚开始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心里还是有些难受的 甚至没出息的 在lader面前掉了眼泪 因为我最近做的项目 刚好有了些成果 本来以为能借这个机会 今生呢 结果却被裁了 不过 仔细一回想 在北京的这五年 每天都忙忙碌碌的 早餐都是随便应付点 晚上就算早下班 也都9点多了 忙了一周 周末只想在家躺着 哪都不想去 这样的生活好像 真的没什么幸福感 感觉大家都把灵魂 困在写字楼的钢筋混凝土里 每个人的眼神都空洞无神 虽然说行事走肉 可能会有些过 但真的好像 好不了太多 所以说 这次财员对于我来说 也不完全是坏事 可能是上天给了我一次 重新选择的机会 让我能够放慢脚步 好好审视一下自己的生活 跑不动就走会儿 走不动就站会儿 站不住就躺会儿 人生那么长 怎么能一直拼命跑吧 对了最后想问一下大家 如果我想休息一段时间 是自己交社保呢 还是可以领取失业金呀 如果累了失业金 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呢 今天生意到底有多难 我带大家看一下 银台城现在的这个生意线 那就是下方的银台城 看一下 今天星期一 这个人之上 大概就是银台城最接到的一条银了 就是奶茶一条银 奶茶一条银 奶茶一条银 看一下这生活旁边这一家椰子水 一夜还是有几年了 几年的话 这个生意还是挺好的 每天的这个外卖银单 都是一两百单 那今天的话 技术上 每天拿它播放的那个外卖银单 十多二十单 十单 十单左右 所以说这个赶转出去 现在这个老板过来接受 你说是不是产外卖 今天这一张的话 之前是一家越南餐 也是经营了一两年嘛 现在赶转出去 现在这一家的话 该茶吧 应该就是这个玻璃奶杯 还没有开业 还在转型当中 转染费的话 也是二三十万嘛 旁边这家唐银茶十 已经送出来一两个月了 还没有转出去 转染费也是二三十万 反主也是两万左右吧 这家西建茶山也是干开业的 也是转破了 也是二三十万的转染费 刚刚开业 之前是一家炸家面 也是倒闭了 我十分重新转型过了 现在下午 也没得啥子 平常谁也还是拖延 这家饼蛋有一本 就是二蛋了 从他这儿过 看到他们的饼蛋都是二百四万个左右 银台城整体的这个 房租专染费都是很贵的 这个是这个一楼 单高的这个位置 像二楼三楼 现在的话 房租款都是要三十千 没得专染费 但是 就不要想有啥子的女友了 基本上到楼上的 都是外卖效果去去活的 那边 那边 那边哪里加啥子 三十星区就不干 之前也是转染了 好久 你就没转出去 我们在铺子的时候 也打电话问过他 然后版主是九千六转染费 十二万 太贵了 对不起 所以说他一直 也在那儿养 养了很久吧 现在养不下去了 然后就只有关门了 在这里怎么下去了 因为他个位置的话 说实话 人流 没得啥人流 知道是靠外面 所以说今天这个生意到底有好难做 大家看这个现场 真的是普通乐观啊 今天有没有做生意的朋友 你们生意怎么样 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之前外界不便预计 中国在告别新冠病毒 导致的疫情防控后 其2023年的经济 将会迎来显著的复苏席 然而 最近多家国际金融组织提出 预见到的2024年中国的经济增长 甚至维持5%的门槛都显得吃力 而世界银行的预测更是悲观 估计中国2024年的经济增长 仅能达到4.5% 尽管如此 中国政府近期反复推出了多项 看似对经济有利的政策措施 并不断向国际社会展示其经济 正在步入一个温和复苏的阶段 官方媒体央视最近报道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 在周二发布的2024中国经济预测与展望报告 其中预估2024年中国的国内生产种植GDP 将会有大约5.3%的增长 并呈现出起步缓慢 后进族的发展模式 不只中国社科院 清华大学的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 于周一也发表了一份题为保持稳定 2024中国经济展望的宏观经济报告 报告中特别指出 预计2024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会接近5% 并强调今年的经济活动强度将显著超越2023年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道奎表示 如果中国在2024年能够成功克服政策上的惯性问题 做出适当调整并有效执行 经济有希望结束过去十多年增速逐步下降的局面 实现5%左右的增长 这一前景值得业界和市场的共同期盼 值得一提的是 在2023年3月举行的两会上 已故的前中国总理李克强 在卸任前的最后一份政府工作报告中 将当年的GDP增长目标设定为大约5% 这一目标低于2022年的大约5.5% 当时已引起广泛讨论 而现在这两所学术机构的预测显示 中国2023年的经济增长实际数字可能会超出5% 世界银行 今年中国增长预期为4.5% 尽管中国本土研究机构对经济前景持乐观态度 但多个国际财经组织对此看法并不一致 世界银行在本月9日公布的全球经济前瞻报告中预测 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为4.5% 较上一年6月份的预测下调了0.1% 报告还指出 到2025年 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可能进一步下降至4.3% 世界银行指出 受到市场性心不足及经济不确定性增加的影响 预计到2024年中国的消费增长将显著减缓 尽管基础设施之初 对投资增长起到了一定的支撑作用 但由于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 中国经济的整体表现预计将不容乐观 此外 中国面临的债务持续增加 劳动力人口老龄化 生产率增长潜力受限等结构性障碍 预计将对未来经济活动产生压力 各金融机构预测均未达5% 瑞士银行在上海举行的第24届瑞银大中华研讨会上 参与者频繁讨论了关于中国经济的议题 根据媒体中和报道 瑞银的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涛在周二的研讨会上表示 预计中国在2024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低于2023年 但经济有望持续稳定复苏 增长率大概为4.4% 投资银行高盛此前上调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 在去年11月的报告中 将中国2024年的增长预测从4.5%提高到4.8% 尽管这一数字能低于官方5%左右的预期 而汇丰银行先前的预估则是 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可能达到4.9% 台湾中央广播电台已用台湾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邱达生上周四的观点指出 尽管主要机构普遍看好今年全球贸易增长恢复至大约2.5% 这有助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供应链恢复正常运作 然而中国经济增长是否将放缓 关键能在于内部因素 邱达生表示 中国经历了2023年解放后的高失业率和库存过剩 这些因素影响了内需表现 虽然今年库存的去化有所成效 产能需求的释放也提振了就业 但这种拉动效应可能是有限的 因为中国仍然面临地方债务 房地产为完工项目等结构性难题 加之生产要素成本的持续上涨 预计中国经济未来难以恢复到高速增长的状态 今天说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点赞订阅 我们将一如既往的为您提供真实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